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危機 往往是在毫無防備時突然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風勢很大的時候去到海邊 市民都會知道風高浪急 天氣好沒什麼風的日子 就會想起風平浪靜 不過風平都不一定會浪靜 無風都可以有三呎浪 還因為突如其來容易造成人命傷亡 無風三呎浪 那不是俗語來的嗎? 有科學根據的 一般的浪因為海水被擾動而形成 而風就是其中一個成因 有風就會起浪 這些浪的波長比較短 在相對短的距離裡傳播 湧浪其實都是由風形成 不過它們通常都是在遠方的深海 由熱帶氣旋或者貴後風的大風所形成 再由深海傳到近岸地區 它們通常都是有很大的能量 但遠處看下去都不會很高 湧浪的波長可以達到幾百米 這些浪可以跨越幾百公里的距離 傳到岸邊 當湧浪在幾百公里以外的深海形成的時候 岸邊的天氣一般都不會太差 是的,甚至因為受到熱帶氣旋 來臨之前的外圍下沉氣流所影響 所以一般天氣都是風和日麗 不過很多市民都想不到 夜黑天氣風和日麗 之後可以在京濤鞋浪 湧浪的熱帶速度比熱帶氣旋快 當它由遠方傳到岸邊的時候 岸邊的天氣都還未轉壞 當湧浪去到岸邊 受到水深變遷影響 波浪會開始變形 波長變短 浪會變高 最後回到巨浪 香港以至全球 不時都會出現由湧浪引致的傷亡 幾百公里以外的浪 我們用肉眼看不到 但是越大氣旋 開始影響南海 特別是天文台發出一套避信號的時候 又或者是受到季後風的共同影響下 天文台就會提醒市民 海面會有湧浪 所以大家都要遠離岸點 停止一切的水上活動 不要令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 相承 reactor 不能說到 需的時間 這次回到蛋黃靖